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B后面跟的是什么 又到C了 那你说这个最后这个C调和这个G调来比的话 谁的音高高呢 那么后面这个C调比前面这个C调是高了八度音 对吧 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 简单理解 那么后面这个C调它同样是C调 那么比中间这个G调的音高是不是要高呢 这样子理解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所以说需要一个前提条件才能去理解到底哪个高 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个调式的排列 移调过程的排列来去看 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话需要怎么去理解了 那么我们来看主要是 比如说有一些歌曲通过声调它能唱 这个声调来唱的话 比如说一首女生的歌曲 男生它是唱不了的 比如说一首女生的歌曲它原调是C调 但是有些男生基本上是唱不了 因为女生的音量很高啊 那通过声调来唱 反而能唱了 这是为什么 就是一个前提条件 降低八度音来唱 就这个道理 但是如果说降低八度音来唱的话 那么它也有一些思考的地方 为什么 那有一些音如果说你降低八度 我们是唱不了的 唱不下去了 也就是说低音太低了 那有一些人他专门唱低音呢 认为它是人声低音炮 哇 那个音很低很低 通过胸腔来共鸣的 那么这样子的话它可以唱 那么作为我们普通人是唱不了的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去思维 我们从音阶来讲 大家就更明白了 比如说有一首C调的歌曲 对吧 那么C调的歌曲呢 它的音呢很高 比如说它是在高音区 比如说高音度 长时间处于这个范围之内的话 男生很多人都是唱不了的 是稳不住的 大家一定要清楚 你不要说 这个缩音嘛 很简单 你去唱唱看 长时间稳在这个缩音上面 你能唱得了吗 唱不了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要降低八度 对吧 那么我们可以 这个地方我就可以唱了 这个就是降低八度的意思 对吧 那么如果说 它不是Dore Mi Fa So呢 它比如说是从这个 米音开始呢 它的弦音音是从这个中音 然后到了这个高音这个缩音 而且是长时间的旋律音在这个徘徊 那么我们也唱不了 那这个时候 你再去用C大调 去降低八度唱的时候 那这个 Mi音在这里了 Mi Fa So La Si Do Re Mi Fa So 哇 你根本就唱不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低音 Mi Mi Fa So 那变成人声低音泡的声音了 长时间要去处于这个位置的话 很难唱得出来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通过声调 以后再去降八度音去唱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唱了 比如说 刚才这个是C调 对吧 我升到G调 那么G调的话 我再降低八度 那如果说你升到G调 没有去做这种 这个降八度音的话 那你也唱不了 为什么 它应该更高了 比如说 Do Re Mi Fa So La Si Do 都音在这里了 对吧 你根本就没法唱了 很高很高的音了 那么降低八度以后 你看 Do Re Mi 这个 Mi 你看这个音的话 在你的位置里面就比较合适 它这个音区拉进来的话 刚好能匹配我们自己 在唱的过程中 所以说 我们有时候去唱歌的时候 通过一首歌的声调 然后再降低八度去唱 刚好是适合我们自己的 这个赏音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个理解 所以说 今天我把这个概念再抛出来 比如说一个调和一个调去比较 音高和音低的过程中 我们一定要设置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说 原先的 那个圆曲的旋令音 我不去做任何改变的情况下 你如果去升调 或者说是降调的话 那么它音肯定是会 此起彼伏的 那如果说 这个前提条件没有的话 单单把C调和G调 拿出来去评价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会让别人给你找出漏洞 为什么 我刚才说的那些话 希望大家明白 所以说 学习预理的过程中 我们一定要 不能把它学死了 我们一定要就是说 去理解其中的一些概念 今天呢 我们简单的就聊到这儿 希望大家对这个问题呢 不要太纠结了 我们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拜拜